有兩次換過電話 有有有 他就說恭喜喔 然後我說你沒有親我一下 他就隔著電話親 他就說我上台領獎的 那套衣服胸部太大 當然開心再開心 剛剛宣布我的名字的時候是 然後現在是 其實我原本真的擔心今天 這裡沒有人來吃 其實這也不是擔心的最重點 就是真的得到這個獎 然後讓更多人看到歌仔戲 我覺得是更開心的事情 因為我們一直以傳承台灣文化歌仔戲 為我們的首要任務 也是我恩師的一個心願 那這次得獎 讓更多人看到歌仔戲 也看到了我 也看到了就是女性演員 可以透過她的努力 然後獲得這個史無前例 可以說開創歷史的一個獎項 那我覺得全世界都沒有人這麼做 那我們台灣走在時代的前端 並不是因為她頒這個獎給我才說這個話 但是我覺得就是我都可能了 大家一定也可能 只要你努力 然後你有正能量 你是正向的 總有一天會讓人看到你的 女主角 我現在全心是投入歌仔戲的 那因為賣掉了三棟房子之後 現在有接其他的八點檔 那能不能入圍 我覺得靠我們的努力 那也要有一點運氣 那我當然希望說我每一個作品 都是得到肯定的 然後得到導演的肯定 得到現場的人的肯定 對手戲的人的肯定 然後接下來就是金鐘獎的肯定 因為金鐘獎是我們演藝人員的最大的一個獎項 能夠受到肯定 真的是非常的榮幸 謝謝大家 有跟恩師換過電話嗎 有有有有 得獎之後拍完照啊 又跟謝盈軒 謝盈軒拍完照之後 一個就是趕快把電話搶過來 打給她 然後她就說恭喜喔 然後我說你沒有親我一下 她就搐...隔著電話叫 但是我也很滿足 她說那還不回家 我說 我不行應該有慶功宴 她說對 應該要謝謝所有的媒體 對我的支持 所以她是一個面面俱道的人 所以她教導 教導我真的很多 唯一她就說我上排領獎了 那套衣服 胸部胸部太大 你真的還講 是你自己胸部太大 不是胸部太大 就是 就是他會從頭到尾 很細節的部分都非常的關心我 那我覺得真的是 這輩子有這樣的一個貴人 然後在我的身邊提點我 是我很大的福報 那大家有問我說 對我得獎 自己得獎有沒有信心 對 我是覺得大家都有機會啦 但是我的機會應該比較大一點 為什麼呢 就看這張看板 是 我們金鐘獎最佳戲劇男主角獎 稱為是四弟嘛 沒錯 好 來 請數一下1 2 3 4 那不就四弟嗎 你就是第四個 第四個純弟的就是雅蘭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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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